说我进村了,到这个绿牌子这了 看,看见你了,看见你了 王熙良,64岁,丧偶,年收入4万元 哎呦,我天呐,等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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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吗,咬人吗 咬人吗 咬人,咬狗,咬偶啊,还是咬呀 你咋咬,你咋咬这么大个狗呢 咬了这两十个了 啥事没有 不是,你这是干啥的呢 那包米啊 包米啊 包米卖啊 你咋卖这么早呢 今天看杨小鸡这要要,然后就卖了 那包米卖多少钱,今年 今天卖三千多钱,我弟少 你多少地才卖三千多呀 我弟包着去了,总共还剩三亩多地 就连娃娃就两亩多地 还有鱼塘,还有倒地下的 鱼塘,你自己的鱼塘吗 你自己包的鱼塘还是买的 就给我这鱼塘 我看看去,给我看看鱼塘去 鱼塘,红娘脑海中瞬间就脑补了很多关于鱼塘的画面 可是红娘却很难把鱼塘和眼前这个看上去 特别不起眼的农家小院联系到一起 这个如果那个是倒地 那个小棍那么是倒地 这个就是鱼塘 这块是鱼塘啊 我这个这不是天天打冰痒吗 最大的,最大的现在都 最大的现在八斤 这就是全眼 都没动啊 都没动,它冬下不动 我觉得你家这个地理位置是四点好啊 你看那边又是山,这边是全眼 你说你这边要整个大棍 然后那边是,你看这边啊 你要是整个大棍,养点蔬菜养点啥 那块是个鱼塘,夏天钓钓鱼 然后再下个鱼苗再补补鱼 那边还是稻田是不是 对,那边还有倒地 那倒地一年够吃的 是不是,然后呢 比如说在前面那块 咱再养点什么鹅,养点鸡 这都有鹅 这都有鹅 你还叫呢 不是,咋的就是因为我把它拉下了是不是 现在就有啊 哦 好肥啊,你看看 都说人不可貌相 看来呀,眼前这个小院也不能小瞧啊 谁能想到 在这两间看上去再普通不过的小房子后面 竟然还隐藏着这么一大片广阔的天地 哎呀,看你这大院啊 不是,反正我刚刚是已经进去吧 你看光瞅着你这个小房子 你也看不出来啥的 你也看不出来啥的 就感觉挺普通的一个农家的一个小房 但是真的说,我到你那个房子后面一看 哎呀,你这个家就是个宝地啊 那我这地方那楼好了 那边还是水库呢 那个 就那个啊,那么那一趟大坝 那个大坑啊 那个大坑啊 那是一个水库 不有那句话吗 家住深山靠海河啊 这都是黄里带的 哦 的确是块风水保地啊,是 咱现在就差个老半了,你知道吧 对,那就是啥呢 拉车 整的车 整两块 然后回家呢 养养大坡来 整整鱼来 整整地儿 这不就是随时随地 什么挣钱 就挣点啥呗 那你待着干啥呢 反正我就是 是玩的不会 就是靠这车 天天 拉人 到出门都给我打电话 那你一天靠这个 能赚多少钱呢 靠这个 一天反正能 要是跑一趟 就能对付100 左右块钱 跑两趟 就能对付200 左右块钱 我隔人买的士保 啊,隔人买的士保 一个月开 一千多块钱 那你这三千多 加上士保一千多 这得将近五千 四千左右了 是不是啊 四千 对啊,四五千 然后呢 你这平时还有 这些的收入呢 连保地钱 还有支部 两部 再加上独生得女的 然后一年 大约也就是 四万左右块钱 刘桂英 61岁 离异 无住房 月收入2500元 我觉得 还是农村女的 好亲 还是 反正在农村里 我就是院父小平凡 完了 猪小平凡 羊的 猪鸡鸭鸽的 完了就是 青年朋友 谁来了 咱说吃点 就是绿色食品 种点菜 所以 我就是 我不愿意 就是住这高楼大厦 上次 红娘已经给刘阿姨 介绍过一位武叔了 虽然当天的相亲结果 不是很圆满 但是 刘阿姨的真诚 朴实 却给红娘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红娘也一直在心里 帮刘阿姨留意着 更适合她的叔叔 这不 今天一见到王叔 红娘觉着 或许 这两个人 能合适 你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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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激动 我就激动了 帽子摘下来的 影响影响 我觉得有点影响形象 没事 帽子摘下来的 就在哪 我看看 帽子摘下来的 你头发离开 这么多 我觉得比 你不带帽子好看 不看一样 在这屋里 哎呀 好巧啊 我们高兴今天迎接你 然后 这六季就胖上了 你好 你好 来 我好像七十代是不是 好像七十代了 怕是跟我那底 好像我比他小两腿 他好像七十代是不是 我就觉得长得就是说的 好像是老点似的 那五官呢 五官还行 演员啥 就烦不烦呢 或者是 演员倒是不烦 就是觉得是 丑的数字大 丑的第一眼 丑的挺好 丑的那面目吧 像慈善女人 咱们呢也没啥大条件 就是能实实乎乎 跟咱过日子 就比啥都强 那你是那个什么 就是儿女都同意吗 你要是再婚呢 没儿子 就一个姑娘 看得出来呀 刘阿姨非常在意 对方子女的意见 见面问的第一个问题呀 就是儿女同意吗 姑娘在哪儿呀 跟吉林天堂呢 姑娘今天多大呢 我姑娘今天三十八 嗯 嗯 嗯 我跟大儿童说的呢 你几个儿子啊 我两个儿子 嗯 都成家了呗 没有 这小儿子没有 我这小儿子没成家 你没有什么 啊 那就是 那就得看咱俩的 咱俩要是出名没了 过好了 全力以后 我不介意 咱不得要我俩呢 人家妈找个老头 把人家儿结婚了 你俩眼都不超 那是不眼都说不过去 这玩意就是说的 他要是不再有咱说的 咱们不一定就是能用他 但是他把这话说说的 我心里都是高兴的 你自己只快点 我都我心里 咱们那你说 你打算接受人家了 那你还能说看笑吗 咱们把是 事数大了 就是能 能那个 有多大能耐 使多大能力 这见面还没到十分钟呢 刘阿姨就把自己 最在意的几个问题都问了 虽然对王叔的第一演员 觉得一般 但是基于王叔 对这几个问题的回答呀 王叔在他的心里 第一关 算是过了 这院子两不多地 反正这不知 可这嘎子 这柴又多 原先这都是那什么 可那前边 我扣个羊子吃 这前边有全羊 走 先看看去 别忘了 你笼上 你笼锅 这是下的什么鱼羊 你这炒根 胖头白莲都有 嗯 这里头挤鱼也有 都是 就野生的 然后那边是稻田 嗯 就把那肝那边 这都 都是母牛啊 都是母牛啊 都母牛 嗯 这个没说是十多个年 嗯 那天不咋整 你来一个山里的给拽走 试 啊 偷走了 你给咬死了 啊 没 没闹着 哦 没闹着 就给咬死 咬死他都吃咬死 确实是有点熟 这个就是这样防着 实在是 瞅着那些什么 他这个院里 上一个院头的 大力多的 他就是不故意整他就是 本来呀 王叔还挺自信的 带着刘阿姨参观了自家的小院 以及后面的鱼塘 可没想到啊 让他引以为傲的宝地 并没有取悦到刘阿姨 杂乱无常的院子啊 反倒给自己捡了分 刘阿姨刚刚 对王叔的那点好印象啊 一下子就没了 哎呀 烫烫不热乎 烫老热乎 哎呀 这烫不热乎 上烫吧 上烫上烫不热乎 你上烫不烫 不上烫 上烫热乎 这呢 给那脚 给那背头老热乎 我穿那边脑 盖脚 盖脚 行行行 鱼肉 行 还有蘸蝉 还有香蕉 你乐吃啥就醉一点 我给烤两个地瓜 行谢谢 烤两个吧 烤就你们也还是 烤 烤不少 吸不少呢 或许是感觉到了 刘阿姨心里的些许失望 一进屋啊 王叔赶紧又给拿水果 又是张落着 要给刘阿姨烤地瓜的 看来啊 这王叔这边 对刘阿姨是很上心啊 王叔的热情 能不能再次给自己加分呢 红娘在旁边都替王叔紧张啊 你那自己过几年呢 哎呀 我自己过丁三年 你要带啥 我就是走几年呢 那个头一个 那时候我公共八岁就等了 然后又说一个 说一个这个你跟我俩过了九年 过了九年呢 王叔就那时候没有钱 过得可好 是说明 王叔一有钱了 就开始飞行眼了 就说要分钱 说是那个一年挣四万 你得给我两万 把那个吃个腊肠睡一同 那你当时俩登记了吗 没有啊 那早上你登记不就好了 你登记不登记也白费 没有用 就是人就是这心 他要心要变 你就谁也登不了 没有 那你这个老伴走多长时间呢 这个老伴走三年多了呗 都走三年多了 对于刘阿姨心里的疑问 王叔这边可是直喊冤啊 最后的分开实在不是自己心中所愿 老百姓过日子 谁不图个家和万事兴呢 说这到家说已经六十多了 到一块这都不容易 你看这些孩子为了咱们事 就能到现在你说 谁敢没打呀 这咱心里头都有点过不去 这不家没人吗 这有人把饭肉明白的 到这热乎吃的 这都为咱们 谁还能说 今儿我换一个名 换一个 你有多大资本呢 你有多大能力啊 眼瞅着都要落叶归根的 那还有啥折的呢 就是你到这个阿姨了 你把这老头照顾一下 我把老伴儿照顾一下呢 谁都身体健康 快快乐乐地活这晚年 就比啥都强 装卷人就这样 就得实惠的 你说你这玩意儿是这么深 这俩人过家 你要掩着 长着 瞒着 那学里买孩子能买几天 早晚不得漏 就是实惠惠的 给人家都把表明 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比如说你咱俩登换季了 我姑娘要说给你免精神出户 你就可以告诉他 王淑这番话说得特别爷们儿 也让红娘在心里 都不禁为王淑竖起了大拇指 王淑觉着 今天既然刘阿姨心里有这个担忧 光听自己保证 也不能完全打消刘阿姨心里的顾虑 他主动提出来 要跟女儿打个电话 让刘阿姨亲耳听听姑娘的态度 亲耳听到姑娘的承诺 对 就是因为小爷 因为我嫁了个第一个人 在亲人那边有第一个人 我不能也是不能随着 随地陪着我爸想起来 就是找个伴对打 你两个人说话 闹嘴就是这样 就是我爸从来不能牵着 我就是你不喜欢的 你会用吗 就是这个家就是你俩 你俩上本货就能货 过得越好 你俩就过得越好 两人过得好 我啥一点都没有 我也不会说是 像你那个这个那个 啥事没有 只要两人过得好 我就是全力支持 我会像亲人一样对的 因为就是你俩有一天 说有一个没有的 比如说我忘记了没有了 阿姨你放心 我不会把你撵走 或者是不管你的 就是不会做到那样 不会做到那样 放心吧 王淑的真诚 以及王淑女儿 落落大方的态度 红娘在旁边都亲眼见证了 那么此时此刻 把话都说开了的两个人 对彼此又是什么想法呢 没一件 就他这人 只要他能好好帮我过 没一件 我还亏待不了他 就跟他俩出一阶段 怕说只有他女儿 他哥也表态的嘛 就是他要是能拿我 就是不是说当亲妈 就是当阿姨 就是说是 我保证我能拿他这个女儿 当我自个儿亲生女儿 甚至比我就是 对我儿子还好 对老头呢 咱说的那不用说了 咱们过一个就是说的 他好那我就好 你说是不是 他这时候的身体不好 我照顾不好他 那我是暂时我也不好 我也 六 六 四 四 三 三 他说人家你这都给米糖 给你打鱼炖上 咱们这都放绿的 要你抽着做就好了 不是 那行 不是 那就得看你俩了 我希望 但是我要是打一个环绍 秋天下面摩托山 我给你炖下去 我给你炖下去 王叔叔 知道刘阿姨小儿子出院后 自己心里总是惦记着 怕他上火 怕他累着 现在每天除了干活 满脑子想的都是关于刘阿姨的事 甚至连两个人的未来都提前的设想好了 你的想好就秋婚那天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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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 你看哪都有 那你跟我说说吧 你打算咋求婚 那你不是得整一个那个玫瑰花吗 我还唱啥呢 我还唱啥呢 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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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一支就行了 行 然后呢 我唱那个全是我改的词 想好了 你比如说 我这么说 长春有你 一同有我 红娘真是没想到啊 看上去老实木讷的王淑 骨子里竟然还是 这么幽默浪漫的人呢 都说爱情是有魔力的 果不其然啊 马上就要见到自己 每天朝思暮想的人了 王淑这心里呀 甭提多开心了 这就是 哎呀 这 这东西是你们 这就大儿子这 好好好 挺好 这是我老妹妹这是 老妹儿 你好 她就是在那个 在抽压厂上面 完了就是 那也就是属于 就是他们两个人一伙 那就属于操作不当 她这手竿子进去拿 全没能拿出来 那边又那个什么 又给摁砸了 就这样就把手就给压 这个手就给压去 现在出二次手术 现在出二次手术就是 这两个这一个手指头 就剩这一截的就是 这两个就是手指尖 全都是伤 全伤的都 右手 再说就像咱们都没经过 都不懂的 都一头入水的 那事儿咱谁也都不想 那既然喊一声了 那咱也没着 对不对 对呀 反正好在是啥呢 我觉得最起码没有什么太大的事 然后呢 老板也没说的不管 先先慢慢去 那这头吧 熟是啥呢 就觉得挺心疼的 就是觉得说 想把你和小儿子都借记过年 那小儿子现在 年前出不了院 是不是 大夫说 要是说的 等明天会要 明天会要看 就是说的 这个创伤那什么情况 要是好呢 就年前 就是二十八九 能差不多 六阿姨说 小儿子发生意外 到现在已经半个多月了 每天啊 他都过得度日如年 都说患难兼真情啊 这一段日子呀 也多亏了 有王叔的安慰和欢心啊 才让他觉得 这日子没那么难熬了 这总可这一怨恼恼着 你这不也要过年了 有这么点意识 直接回家过年 连休息休息 就这么这么连 这也当处处感情 互相都厌世厌世 就这么了解了解 我们俩要是真正 就是成功了 你们当儿子当妹子 你就把心放在肚里 做完事 咱们 他皮不好 他打我呗 不行啊 我打你我不累你 你就别我就行 之前呢 刘阿姨得到了 王叔女儿的祝福 今天呢 王叔也见到了 刘阿姨的儿子和家人了 刘阿姨说 他们这个年纪选择再婚 能得到儿女和家人的祝福 总是会让他和王叔 心里觉得特别踏实 安心 这几天晚上 你就多费点心了 没事 我再学一学 你多费点心 我忙着一天跟你家 你多算点心 你放心吧 你放心吧 我这也 我家没别人 去了也就是无聊 没事 你放心吧 我还不 Wo 你这也是 我还不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